然後我切換一下畫面 在這一個部分就是說 我們的Wirework就是飛機 它一直分類出來 就是等它結束之後才會噴發那個做那個刮火 所以呢它應該是等它死掉的時候 它是分成這樣 譬如說當它生生的時候和它仲職的時候 會讓它離掉 那這個刮火它發展出來已經沒有分成 因為我這個有三十分 所以我要等它死亡的時候 它才會去播放下面的這個刮火 刮火出來的刮火 那我把這個顏色稍微去看一下 這樣子你就會知道的 就我把它發展出來的刮火 那在上面就是這一邊發展出來的時候呢 它是只有一個 就一直這樣上來就有一個 然後呢它會有啟發 所以它最後會有車友 然後它會有車友 它這個車友就是你必須要給它車友的carry 因為它要給它車友的carry 然後第一個SFUC的部分呢 我就已經分析上的這個 我就把它的數量變足 變成有一個密碼和max碼 我這邊有一個random的分析 所以我就給它最少會有十五個分析 最終會有三十個分析 那它因為你必須要刮是四面發展的 所以說你的形狀呢 就是你用球形的 你用球形的讓它往四面發展 不然你會發出它會往它都是同一個方向 會不好看 所以呢你這個feel的部分 你就稍微去調整一下 當然你可以去調整它的範圍 然後是 因為只要調整那個方向 那當然你這個呢也可以讓它是 多達就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很明確的吧 然後我這邊用具有這個 很明確的地方 所以呢你在這邊呢 就是有學到說 欸我們原來我們的歷史 我們可以講很大的 所有是很明確的 然後真的是很明確的 然後你可以給它複裂 我們之前就是用對 你一定要你就可以給它訓練 所以它一次可以有幾個 然後就是最小跟最大的部分 那記得你要 它的那個random的部分 你一定要給它採取 你如果沒有給它採取的話 它就會刺陪 我記得有牙筒 然後會有可能更多的部分 所以你一定要給它那個 採取採取的部分 對 那所以呢你們就試試看 讓它變得比較長的花 它的顏色可以改變它 然後就是它的那個花口的形狀 你可以自己調整一下 所以我已經可以學到 所以我已經可以學到 我們的歷史 所以我已經可以學到 羅里巴 然後可以調整它的 歷史 然後會去限制它的體量 然後會去限制它的體量 一次你可以設定它的 最小跟最大的 然後還有 在這裏 然後會去限制它 然後會去限制它的 顏色大小 然後會去限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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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會去限制它的